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固然会时不时给我们一巴掌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及时给自己服药 再喂自己糖果 在深夜的夏北泽 遇到刚从松屋吃完晚饭 正准备回家的母女俩 妈妈已经高龄 步履攀山 但精神看着还不错 女儿虽然47岁 但是和老母亲一样满头白发 从背面看的话 感觉不出是母女关系 闲聊中得知 母女两个虽然看着朴素 但是却算是名副其实的包租婆 有一栋楼用来收租 月收入至少四十万日元 在吃穿用度上完全不用愁 原本以为 他们靠着收租过着潇洒的日子 但情况好像不完全是这样 女儿说 家里垃圾太多了 而且没有整理 如果要拍摄的话 建议打上马赛克 母亲在一旁眼嘴偷笑 母女俩和入住者在同一栋楼里 有七间房屋 其中有三间用来收租 母女俩也包揽了其中的四间 一楼的房屋还没有进去 老奶奶就提示说 东西实在太多了 进不去的话不要太勉强 门一打开 与其说是东西太多 不如说是垃圾要爆炸了 毫无落脚之处 女儿说想去里面就得踩着垃圾走 有一些地方顺着得爬过去 房间内部看不到有过多的家具 或者是说已经被垃圾给埋住了 总之内部环境让人震惊 卧室和客厅也是同样的惨状 没有一片空地 能让人舒舒服服地坐着 其实翻着旁边的垃圾 大部分都是母女俩囤积的食物 买得太多 吃不完就发霉了 然后越堆越多 形成了垃圾山 母女俩饿的时候就外出进食 或者翻一下旁边有没有没过期的食品 平时睡觉的话就直接倒在垃圾堆上 觉得冷的时候就从旁边刨出个毯子 因为浴室里也堆满了垃圾 所以他们只能去外面的浴场洗澡 为何明明生活条件不算太差 却委屈自己住在这样的环境 我们都充满了疑惑 老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 家里很有钱 家务这样的事情从来不用自己去做 因为家里一直都有女佣 在父母的照顾下 她一直是一个食指不沾水的大小姐 之后她嫁给了宠爱自己的老公 当这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的时候 大家生活其乐融融 还养了一条狗 没有出现家里的垃圾堆成山的情况 可是三年前 老爷爷不幸去世了 家里的一切就发生了变化 老奶奶开始大量买东西 家里就越挤越多 母女两个也多次尝试收拾 可是总是半途而废 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最后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虽然缺失的依靠 对老奶奶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虽然她儿女双全 但是没人能够取代老爷爷 在她心里的地位 安全感揍人下降的她 大量囤东西 很可能是为了弥补老伴去世后 留下的那个缺口吧 久而久之的恶性循环 也可能让她的心里出现了问题 人生毫无信念 觉得自己一把岁数了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能活一天是一天 垃圾堆什么的无关紧要了 看着老奶奶坐在垃圾堆里的背影 落寞又忧伤 致恒感叹她生活方式的同时 好像也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本是生活幸福的大小姐 嫁给了疼爱自己的老公 而女双全生活幸福 老伴突然地离世 仿佛抽空了她的生活 老奶奶的女儿和她住在一起 虽然也是一个生活状态 很丧的情况 但平时好歹和老奶奶有个照应 她告诉我们 一楼有一个房间 放着供奉附近的佛坛 但是因为钥匙不见了 所以他们再也没有进去过 这间放着佛坛的房间 可能是垃圾堆里唯一的境地 同时 也是他们不愿再面对的创伤 钥匙不见了 并且从来不想去配一把新的 对于母女俩 可能是一种保固 也可能是他们逃避现实的表现吧 很多人一旦沉浸了消极状态中 就仿佛陷入了沼泽一般 可能心里无数次提醒自己 我要爬出来 我要加油 就如同母女俩 你一次次尝试把屋子整理干净 但很多人 往往会有心无力 越陷越深 最后导致恶性循环 完全迷失 这种感觉很无力 也很无奈 我们不是当事人 除了唏嘘 我们无法指责任何 只希望你我 在遇到生活的耳光时 不仅能给自己服药 还能给自己喂糖 这个时候 真的只想说一句 人生失去信念 心里没有寄托的时候 可能也不过如此吧 心若年轻 岁月不老 曾传送全球的散文诗 《青春》里有一段 青春不是桃面 单纯 柔稀 而是深沉的意志 灰红的想象 炙热的恋情 青春是生命的深泉 在涌流 年轻不是年龄 而是一种心境 心若年轻 岁月不老 童心未敏 看世界灿满 听过一种说法 童年万岁 童年只有几岁 真正能万岁的是童心 遇见过一些中老年人 他们身上有一个 共同之处 让人刮目相看 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他们 眼神依然灼灼生辉 像未曾被污染过 眼睛里依旧闪耀着 童真的好奇和清澈 你若可爱 生活哪里都可爱 此话出自风子凯先生 他本人就是一位 可爱同心未明的老人 他家里有一个 贵重的古董挂钟 但是 他嫌他太古板 有一天 他把古董挂钟拆了 用颜料把中面 涂成天蓝色 画上了一层绿柳 又剪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 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 就这样 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 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 年纪逐渐增长 却没能磨损半分 风子凯先生那颗童心 在他的笔下 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 他爱创作儿童漫画 去描绘儿童的 纯真烂漫 而他的读者 也大都能从他的作品中 清晰地感受到 他是一个既年轻 又好玩的人 孟子说 大人先生者 不失赤子之心 童心和成熟 并不互相排斥 真正有境界的人 是走在像成熟的路上 不昧俗事故 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 即便需要正视 和承受人生的苦难 也保持着像孩子那般 纯洁的心灵 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 思维神采飞扬 这正是青春活力的 最好体现 去完生活 快乐不惜 很认同一句名言 你不快乐的每一天 都不是你的 你只是虚度了它 无论你怎么活 只要不快乐 你就没有生活过 在生活中 经常能看到 很多年轻人不苟言笑 毫无爱好 对生活实之无畏 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 他们才是真正老了 现实般老顽童 黄永裕 养狗养猫养猴子 玩摩托 玩乐器 年过半百 还考驾照 玩跑车 什么来劲 他玩什么 83岁 登上时尚杂志封面 叼着大烟斗 雅脾气十足 不见一丝老态 一次 白岩松上门拜访 黄永裕正叼着烟斗 玩法拉利 白岩松一脸惊讶 老爷子 您一把年纪了 还玩这个 这不都是 小年轻才飙车吗 黄永裕白了一眼 我不是小年轻吗 您为什么这么喜欢玩 你要知道 这世上很多事情 其实没什么意义 很多东西 也未必有一个意义 只要你觉得有趣 做便是了 这位叼着大烟斗的老顽童 似乎永远都不会老去 难怪白岩松会说 在我的人生目标中 最大的一个就是 将来成为一个好玩的老头 比如 黄永裕 真正热爱生活的人 不自哀自怨 死气沉沉 而是抓紧每一个机会 享受生命的美好 与馈赠 净一寸 得一寸的欢喜 珍惜余生 把握好每一寸光阴 尽情地玩 率性而活 把生命浪费在好玩的事物上 每天都比昨天活得更精彩一点 自然也就比别人 要活力得多 有趣得多 快乐得多 容颜的衰老 是自然的规律 无可避免 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 荒芜 就既能看见眼前的苟且 也能看见诗和远方 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 对梦想保持向往 对生活继续热爱 属于生命本质的力量 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 心若年轻 青春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